前行政院发言人郑立文不仅学历高,身材也高人一等,拥有身高178公分的常人身材,站在174公分的老公洛武昌身旁,幸福笑称,自己是大鸟依人,从18岁与初恋男友定情,郑立文和洛武昌交往24年才结婚,难得不谈严肃话题,正透露夫妻俩的爱情宝鲜秘诀,竟然是一起聊政治。 郑立文说,当年一进大学就和当时的男友交往,也因为对方带领参加学运,一头栽进政治圈,两人交往20多年,直到2011年才公正结婚,他说,我们不只是男女间的感情,也像朋友,所以平时当然也谈政治,但从来不会意见不合。 郑立文修说,不会吵架,我们一路都合夜,他也自曝,两人交往多时,被身旁友人戏称,简直是恐龙以绝技,我都叫他马各,因为他姓洛,熟识他的友人都如此称呼。 郑立文口中的马各,就是和他相恋24年的男友,文化大学国企所助理教授洛武昌,谈及老公,郑立文笑得甜蜜,脸上充满新婚的喜悦,谈到夫妻间的互动。 郑立文说,自己很幸运,老公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同志,拥有深厚的革命情感,是最亲的家人,更是心灵伴侣。 他说,因忙于选举,所以没有规划宴请宾客,至于密誉旅行,等选后世情况在决定。 如今的郑立文夫妻二人的生活也是相当幸福美满,骆武昌还大赞郑立文说她是一个优秀的妻子。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国民党发言人郑立文住在有人提供的豪宅被报道后,争议不断,郑立文今天下午表示, 最快将在一星期,最慢一个月以内,搬离现在的住所,并希望整个风暴能因此平息。 郑立文强调,自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引发轩然大波,但因为不想让马英九增添无谓困扰,也不希望因此转移了B案焦点, 所以才会决定搬离现在的住所,以平息连日来的争议。 郑立文要搬离的决定,也向主席马英九报备,马英九表示,尊重并支持她的决定。 国民党发言人郑立文被指接受商人安排免费住所,民进党主席由西京满接受电视节目专访表示,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要求一个杯子都不能收,但郑立文却住在别人的豪宅,不能收杯子,却住人家豪宅,不见马英九检讨。 面对外界质疑民进党没有反省,游西也说,民进党创党20年,执政才6年,如果前14年没反省,怎么可能执政? 陈水扁2004年能连任,也代表人民的肯定,如果行政院做不好,做不好,怎么可能连任? 他也强调,民进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做很多事,例如派系问题,人头党员,全代会都通过改革议案,游西不会延,派系解散之后,立法院党团运作的缺有缺点,但以后可以由干部协商,中常会是党政沟通平台,不会影响党的发展。 至于年底北高选举,游西说,这两个城市的市民水平最高,民进党推出的人选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前老委会主委陈菊,是优秀的人才,人民眼睛是血亮的,民进党一定会选得很好。 被问及2008年大选,游西表示,现在民进党大环境这么差,任何党员都应该思考如何让党镇摔起壁,反省,检讨,让民进党重新振作。 对他来说,全代会通过许多改革案,最大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好,如果北高选输,这个责任都担不好,他还选什么? 另,逼诈骗案再度成热门话题,陆营高层和主贤曾国伟和赵陆旭被翻出,国民党立委郑立文说,民进党不是说要打仗吗? 赖清德的发言人陈诗凯却说,整天在这边扯一些小东西,而近七年,国人被诈骗的金额高达288亿,郑立文在脸书发文,指赖清德派发言人出来说,整天在这边扯一些小东西, 未来其实管的事不一定是这些,他统批,详选想到疯了吗?诈骗在民进党眼里算是小东西,这七年来,国人被诈骗的金额高达288亿,这在民进党眼里难道是2块8毛8吗?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两人因上级是否支持台湾比仗澳洲,发展核动力前建仪式展开激烈攻防,而苏贞昌一句不会像你如此不要脸,瞬间引爆战火。 对此,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直言,苏贞昌骂人不要脸是粘度笑话,并列举苏贞昌几项争争议事件,表示看看谁比较不要脸。 郑立文昨智询时质疑,我与大陆军力相比严重失衡,未来怎可能打得过军备竞赛? 苏贞昌反击你要投降是不是? 正在问,上级的决心在哪里,不是用嘴巴讲,苏回,上级努力在做,正又问,若连核动力前建都不敢争取,捍卫台湾是说真的还假的,苏贞开呛,你下一个是不是要问,上级是否争取航空母舰? 郑立文表示,上级要展现捍卫的决心,并直言届时苏贞昌将第一位投降,蔡英文则是第二,苏贞昌听完后怒轰不会像你如此不要脸。 此话一出,郑立文相当不满,要苏道歉,同时要求暂停质询,并走向主席台,没想到苏在嘲讽是要打架吗? 郑立文随即走道被寻台指着苏贞昌,要他不要见笑转生气,苏贞开轰当时你还拜托我去帮你助选,要我拉着你的手喊动算,真觉得深感嘟脸,眼见场面可能失控。 会议主席,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出面调停,才让双方怒火暂时停止。 对此,孙大千拙在脸书表示,苏贞昌居然有资格骂别人不要脸,这真是本年度最大的笑话。 而一个敢欺骗神明的政治人物,一个可以把三加十一从破口说成是政绩的行政院长,一个不愿对八百多条人命惩治道歉的行政院长,一个在台铁发生意外时躲起来不敢承担政治责任的行政院长,一个傲慢嚣张到胆敢在国会殿堂上羞辱立法委员的行政院长。 大家评评理,看看谁比较不要脸。 事后郑立文也在脸书再次要求苏贞昌道歉,并批苏贞昌团队上梁不正下梁歪,尚从院长来立院被巡视跟立委吵架,下游只会避重就轻,只会向不断播放的录音带,就是不回答问题的部会首长。 这款上级到底要怎么让台湾人民信服? 前不久与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院激烈辩论的国民党立委郑立文,话题持续延烧,前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泡出郑立文33年前参与农民运动时的演讲影片,台北教育大学荣誉教授李小枫也在脸书发文感叹何昔日之方草稀,今直为此相爱也。 王浩宇在脸书泡出郑立文在33年前参与农民运动时的演讲影片,台湾人就是要就是要团结对抗国民党。 他还喊话台湾加油,郑立文加油,引起网友们热议。 当年的演说中,郑立文表示,国民党跟各个党派要运用分化的手段,让我们人民不能够团结。 今天,在台湾根本没有分什么原住民、客家人,台湾人还是外省人,在台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今天,国民党就是这个最可恶的压迫者,国民党拥有武力,还有那些大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资本。 现在在台湾官商勾结,国民党这个压迫者跟大资本家通通结合起来,来来压迫我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 郑立文坦言,所以,我们没有拥有武力,我们也没有拥有资本的这些人民。 我们这些弱小的人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团结起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真正的台湾人,我们唯有大家团结起来,站在一起。 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有翻身的一天,我们才有可能推翻国民党。 郑立文也呼吁大众,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有翻身的一天。 才能够讨回台湾人失去了400年的尊严。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我们通通是被压迫者。 我们要一起联手起来,对付国民党这个压迫者,对付国民党这个残暴,不义的党派。 谢谢各位。 李小枫也在脸书转发影片,并写道当年,他是民进党员,是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会员。 他感叹和昔日之方草稀,今直为此相爱也,并强调历史必须拉长来看。 桃园八德国民运动中心与球场天花板因三级阵度坍塌,运动民众逃生画面触目惊心,引起各界关注。 质疑又是豆腐扎工程,桃园市长郑文灿日前被巡视证实,经三大计师工会鉴定,认定是统胞的锐助营造需负责及修复。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则爆料,锐助营造的董事曹来春正是前绿委曹来旺的弟弟,惊呼不察不知道,一察吓一跳,又是绿油油。 郑立文表示,锐助营造是一间每年违反数十次治安法,发生过多次死亡重大执灾的公司,不解其为何还能接到上级数十亿的工程标案。 他因此展开追查,结果发现在公司资料变更前,锐助营造与松岗数位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监事名单有部分重叠,其中一位董事曹来春正是前绿委曹来旺的弟弟, 且两人同时还是另一间建设公司的董事。 郑立文指出,此项工程案是在绝标,而比对当时的锐助营造董监事名单,虽然曹来春还不在其中, 但其中一位董事屋采燕代表的法人之一为现在改名松岗数位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松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当时这间公司的董事长正是曹来春。 郑立文质疑,民进党从党疫苗,抄论文,破球场到天花板出包,执政缺失不断,难道颜色正确比政治正确还重要? 他怒批,出事前郑文灿自诩为五星市长,出事后就甩锅要营造负责,豆腐渣营造公司还能接这么多标案,是谁准许发包这家公司的,又是谁验收的? 这是智商计划的方法 在智商计划的方法 一个月之后,我一定要按照啦 这是智商订造物大小的东西